猫能吃红薯吗 汪志祥 职业兽医师 犬猫外科专科医生 理论上来说猫是可以吃红薯 红薯属于粗粮的一种 富含维生素氨基酸 纤维素及多种矿物质 给猫咪喂食少量的红薯可以提升猫咪排便量 促进肠道蠕动 让猫咪更好的消化食物 但是幼猫不可以食用红薯 因为幼猫肠道比较敏感 肠也发育不完全 当幼猫食用红薯后会导致幼猫出现精神萎靡 呕吐 腹泻 消化不良 食欲不振等症状 并且由于红薯中成分含比较高的热量和碳水化合物 并且其纤维素和蛋白质并不能为猫咪提供足够的营养需求 因此 喂食过量的红薯容易导致猫咪消化不良 引发肠胃不思 拉软便 吸便等症状 从而产生疾病 当主人给猫咪喂食了红薯 也应减少其他食物的摄入 并给猫咪适量喂食益生菌 帮助猫咪肠胃消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